中共盗国贼知道战争不可避免 中共灭亡指日可待 世界经济将百叶凋敝 中共盗国贼在做经济方面的准备 在美国经济危机时给予致命一击 许家印背后的男人是张松桥 张松桥是姚庆最核心的白手套 包括富丽地产李斯莲 富丽地产张力 北京银泰 新华人寿 中银国际背后的老板都是王岐山 中共权贵白手套 把承诺兑现的资金 按年上交给姚庆王岐山 孟建柱 孙立军 江志成等 通过张松桥 张力 马明哲 平安集团等投资金融产品 购买地产物业作为洗钱第一步 出售这些金融产品地产 卖给自己控制的人或机构 美国黑石平安集团作为洗钱第二步 洗钱过程当中 钱进自己控制的数字货币交易所 火币币安 最后落到比特币市场交易 持有比特币最多的是中共 伊朗 俄罗斯 部分华尔街大佬 这次洗钱操作才结束 而且永不可查 然而 因为资金规模庞大 藏在比特币里就有几千亿美元 所以盗国贼就购买黄金 白银 乌 工业用铜等贵金属 包括纪念币 甚至好的钻石 都扫光做体现 并藏匿这些贵金属在欧洲某国 新加坡 日本 甚至在想象不到的国家 仅在一国存放的白银 高达可左右市场价格的几百吨 带到世界因货币超发的通货膨胀 新冠疫苗危机 供应链断裂 粮食危机 潜在的局部火栈世界大乱之时 中共盗国贼会在国家层面 给美国致命一击 急速大量抛售美国国债 可能会引发美债投资者的恐慌 和抛售将导致市场上美债的供给大增 因此价格会下跌 而国债收益率则会上升 从而导致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 借贷成本将上升 美国股市下跌 此外 美债价格下跌表明 投向非美货币和资产增加 也会造成美元指数下跌 美元贬值 黄金 白银等贵金属 因为集中囤积 势必造成这些贵金属价格高涨 进一步摧毁美元体系 中共权贵家族 在欧洲藏匿的资产 远远超英国情报部门掌握的情报 已经引起很多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 并要求彻查 暢复